今天消息 民眾黨今天召開中央委員會議 針對蔡壁如是否要回歸黨中央 擔任中央委員做出討論 最終還是沒有結果 然這樣民眾黨的一拖再拖 讓臺中市府已經延攬蔡壁如 擔任事件顧問 卻了解蔡壁如 大概完成了相關的手續 年假之後就會走馬上任 蔡壁如有正式的 我要委任中央委員了嗎 這個 等一下 等一下 發言人 發言人不是在那裡 不管記者怎麼問 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三間齊口不願多說 這場民眾黨中央委員會議 有別平常線上會議 特別租場地實體開會 就是要針對柯文哲 有意邀請前立委蔡壁如 回任中央委員的人事案做討論 但黨內卻有不同聲音 相關的一個人事上面 以及相關的這個組織布局 他其實算是要通盤來做考量的 那這個東西還是回歸到 主席個人的一個職權 在經過今天大家充分意見的溝通 跟討論之後 未來還是要看主席 他個人的一個才勢來做決定 原定會中就會有結果 蔡壁如人事案卻有再度卡關 雖然就在柯文哲一念之間 但拖了又拖就是不才勢 去了解會中有中央委員認為 蔡壁如個性強硬說話太直接 加上近期對外針對黨務的發言 讓部分黨內人士覺得不太恰當 擔心蔡壁如回歸黨中央會有人和的問題 柯文哲在會中態度很為難 最終討論沒有定案 只能延到年後二十一號會議再做討論 反倒是台中市府底定延攬蔡壁如擔任市府顧問 另外同樣參選台中立委失利的林嘉欣也入小內閣 民眾黨內茶壺風暴持續上演時 卻又再度被質疑寄生國會 知情人士爆料民眾黨黨工 包含社稷社群等組長都在立法院上班 民眾黨團甚至要求媒體和訪兵 要是沒有事先預約 都不得進入黨團辦公室 以確保柯文哲進出黨團的行蹤和黨內消息 不會被提前曝光 文宣部門的一個部分 其實都是黨部有相關的一個編制 他來做一個相關的支援跟支援 是黨部來支援黨團 民眾黨否認寄生國會 但柯文哲在選後 確實時常到立法院黨團開會 還是得避免外界任何質疑 這也陳思琦 廖凱申 SNG小組 台北強我到